咱不说武松走黑店 咱们再说二娘叶叉婆 她站在了门口正招客 乖乖这个小嘴还真会说 我们这次在戏曲中心 在1月19、20、21 总共演出三天 虽然名称好像都一样 其实是有不同的小标题的 1月19号我们演出的叫做快板去哪 提到主板快书呢 大家第一个会去想到的当然是主板 这个主板当然它有一定的难度 尤其七块板来讲 因为两只手是操作不同的东西 左右开弓要同时出来 这个左右手的搭配很重要 但其实主板它只是一个伴奏的乐器 主要观众是要听你的嘴巴里头说 你说的内容 你主板打得再好 这是特技表演 那以板树来讲 因为它强调的是每一句词 每一句的剧本都要在节拍里头 其实你去欣赏一个表演的时候 我们只是多做在听内容 但是你如果在戏部去仔细细欣赏 演员在声音的呈现的部分 那其实才是演员身上的功力跟精彩的所在 快板去哪儿这一档节目最主要都是快板的表演 在三十年前台湾是没有快板艺术的 可是经过了三十年努力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从年纪小的小朋友 国小生 国中生 高中生 大学生 到年纪大的资深演员 他们都能打板 有一票喜爱快板的朋友 那么可以展现各种不同的 包括用相声来打板 然后或者是快板书 或者是鼠来宝 各种不同形式 对唱 拆唱 什么都有 那这档节目呢 在台湾来讲是相当珍贵的 走啊 走啊 抗起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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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脆抗里脆的抗 机关秘密要紧的声 唱啊 我唱什么呀 我唱 老词不是这样 对呀 老词当然不是这样 可是我们是新编 新改 是 跟你那词是什么呀 机关秘密要紧慎 那么1月20号 所排的节目是相声去哪儿 我们把去年就应该算2017年吧 2017年整年度呢 我们觉得特别精彩的创作 包括从传统改编的 效果特别好的 那么把它提出来 那这档节目当中呢 相当的青春活泼年轻 那创意无限 喜欢相声的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了 唱 彩打唱 啊 大花脸呢 耳花脸呢 哎 Come on my brother 什么玩意儿去啊 英文啊 怎么还有英文呢 我们到北国我们得冒充外国人 废话 我们宋朝人到了北国我们就是外国人呐 那你也不能让人家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啊 那就得讲英文 你讲英文 哎 中国面孔讲英文不是什么都不知道了吗 是啊 问我 A what a man 我说什么 A what a man 我还是不如柯林区来的 对啊 我说 A come on my brother 你又会问 A what a man 哎 马上就要过年了 是啊 恭喜恭喜 恭喜大家 过年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得吃团圆饭 可不是嘛 叶团长 我看你平常带股不包 要不今年过年到我们家吃团圆饭怎么样 哎呦 请我到你家吃饭 是呀 亲自下厨 我们1月21号这档节目叫做过年去哪 这就是一个综合场 就综合了快板 相声 各种不同的说唱艺术一起表演的 而且它既然叫过年 所以所有的节目跟过年都有关系 就是希望让大家来这看个热闹 沾点喜气 所以如果你喜欢说唱艺术的话 这一次的大集合你千万不要错过了 哎 你会做饭 嗨 说这话 你看我这身材就知道我厨艺怎么样了 自个儿喂出来的 怎么样 好啊 好啊 我告诉你啊 给你做一个我最拿手的 什么 川味麻辣锅 太好了 我也喜欢吃麻辣锅 给你准备 五斤牛肉 五斤猪肉 五斤羊肉 这你放心啊 这些肉全部注射过保水剂 实际重量只有一半 再给你准备有石膏米血 浓咬铜蒿 漂白剂豆鸭 防腐剂豆干 绿霉素购丸 抗生素鸭血 二氧化硫金针 碳酸青染海带 搭配着顶黄麻辣汤头 上面红身一层 红通通辣糊糊糊的 顶星搜水油 那我们也感受到一个非常重要就是 如何让年轻的观众进剧场 培养年轻的演员 同时培养年轻的观众 这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 从没接触过的眼光来看 然后觉得很新奇 很新鲜很有趣 而且觉得哇 这些人的功力好强哦 就欣赏的就会非常的欣赏 所以我们也感受到观众的一个 逐渐的一个怠换 当然跟我们的作品的风格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们非常注重培养年轻演员 这个是有相关性的 现在我们台北曲衣团在做的 坚守的这种岗位虽然很记忆 很孤独很背识 比起像满财啊 或者喜剧啊 这种闹剧啊 我们是孤独很多 但是我们有一定的价值 有存在的必要性 如果我们放弃了这一块领土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 更久十年之后 你要把它找回来 那还真是不容易啊